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在Computex 2024上正式发表Runel Lake全新一代AIPC晶片, 其主要由七个部分组成,整个封装包含记忆体、加固器和底层晶片。 底层晶片使用Intel for Virus互联技术将运算晶片和平台控制器晶片结合在一起。 在工艺节点方面,Runel Lake运算晶片,包括CPU、GPU和NPU等,均采用台积电的N3B工艺节点制造。 平台控制器晶片则采用台积电的N6工艺节点制造。 也就是说,这款晶片的主要核心、大爱全部都是由台积电代工。 据介绍,Runel Lake的CPU内核依然采用的Hybrid核心架固设计。 拥有4个LionCore P-Core效能核心和4个Skymount E-Core效率核心,组合成8核心混合设计,以达到效能与效率的最佳。 需要指出的是Runel Lake的32G with two ranks LPDDR5X记忆体颗粒与处理器一同封装在机板上。 每晶片可有着8.5G每秒的传输频宽,支持16B4信道,能够降低40%PHY电源,并节省250平方毫米的电路板面积。 Runel Lake的CPU、GPU和NPU运算核心则通过Scalable Fabric J2进行互联,然后通过第二D直接与平台控制层的Scalable Fabric J2连接,能够无缝地衔接运算节点、晶片层,让运算核心能有着更好的扩展性与效率。 此外,借助Home Agent统筹整个层级的一致性,Hierarchical Coherency,包括Memory Side快取每个核心层级中的Coherency Agent,包括平台控制层的Io Coherency。 从Runel Lake的内部的各个核心来看,相对于上代的Meteor Lake,无疑是带来了重大的升级。 不仅CPU核心将LionCodeP核与SkymountE核集成在一起,还带了最新的XCR LPG GPU架构,以及新一代的NPU4内核,带来了领先的AI效能。 结合CPU、GPU和NPU所提供的AI算力,使得整个Lunel Lake平台的AI总算力达到了120TOPS,凸显了英特尔在AI方面的投资。 其中,CPU可通过VNI与AVX指令提供5TOPS的算力,驱动轻度AI工作。 GPU提供的67TOPS算力,则通过XMX与DP4A提供游戏与创作所需的AI效能。 NPU提供的48TOPS算力能够处理密集项量与矩阵运算,提供AI辅助与创作等功能。 作为对比,高通骁龙XELITE的NPU的算力为45TOPS,苹果M4的NPU的算力只有38TOPS。 英特尔Lunel Lake的NPU内核的AI算力48TOPS,已经超过了微软对于Copilot Plus PC的最低NPU算力40TOPS的需求门槛,并且英特尔更专注于提供更高的综合的AI算力。 即通过AI引擎结合NPU、CPU和GPU,将综合AI算力提高到了120TOPS,达到了上代Meteor Lake的接近三倍,这样的提升幅度不可谓不高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Lunel Lake还带来了供电和电源管理方面的大幅改进。 结合更先进的工艺节点、CPU预算核心等在能效方面的改进,使得Lunel Lake比起上一代的Meteor Lake的能耗大幅降低,更适合于行动装置。 根据英特尔披露的数据显示,Lunel Lake的GPU效能提升50%,NPU内核的AI算力增加了4倍,SOC耗电量减少40%,GPU AI算力增加3.5倍,整个SOC的算力才因此超过了120TOPS。 目前,Lunel Lake已有超过80款设计,来自20家OEM厂商,预计第三季开始出货。 英特尔还透露了未来的面向AIPC的行动处理器构架,今年第四季将推出面向桌机端的Aero Lake,明年将会推出采用Intel 18A的Panther Lake,2026年后还会有后续新产品。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在演讲当中也表示,非常看好AIPC的发展,目前已有超过800万台搭载英特尔 Core Ultra处理器的AIPC出货,显示AIPC时代已然来临。 总体来看,这次发表的Lunel Lake相比上代的Meteor Lake带来了巨大的效能提升,特别是在AI能力方面,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能效和更低的功耗。 相对于其他的AIPC晶片镜片来说,依然有着不小的优势。 这其中所带来的优势,全部败台积电所赐。 要知道,之前英特尔的高阶行动平台晶片,虽然有部分核心是较由台积电代工,但是CPU核心一直是英特尔自己生产的。 而这种转变,一方面是台积电在制程技术上的领先,另一方面则可能与英特尔代工业务独立分拆有关。 英特尔代工业务独立分拆,使得英特尔的设计业务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外部更有竞争力的供应商。 但是,这对于英特尔代工业务集团来说,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所幸的是,Lunar Lake的封装还是交由英特尔代工业务集团来完成的。 对此,基辛格表示,Lunar Lake之所以选择台积电制造,是因为当时台积电有更好的制程技术,现在看仍是好选择。 感谢台积电提供了很多核心关键制造技术,使Lunar Lake成为可能,也能看出台积电和英特尔在代工产业的合作,包括UCIE通用小晶片互联演示。 不过基辛格强调,到下一代,Panther Lake将几乎全部是基于英特尔制程,将采用Intel 18A工艺,还有混合建核技术,晶圆对晶圆,Wafer to Wafer堆叠,还有先进封装技术和背面供电技术,希望届时能够向大家展示英特尔的晶圆厂能力。 然而,是罗子是马,还得溜溜再说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